我们再看一看 然后面试还考察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要看这一个面试者 他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是你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你看到这个问题 你是你的脑子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想到这一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不是上来就说 这一题应该用这个题应该用这个方法 比如这一题应该用英尽犯的来解决他 等等 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英尽犯的了呢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是怎么想到英尽犯的 为什么会想到英尽犯的 你有没有告诉面试官 你是如何想到的呢 对吧 你这个如果说这一题你是没有见过的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 你现在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看到这一题目以后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对吧 你要为什么要用英尽犯的 那可能说我感觉这是一道连通性的问题 那么解决连通性的问题 现在我知道的方法有BFS 有DFS 有UNIFINE的 然后呢 这一题的题目又有特殊的这种情况 对吧 比如这一题的题目 它的图形是不停的变化的 那我觉得UNIFINE的 它会有更多的优势 相对于BFS DFS来说 它更能解决动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用UNIFINE的解决是最优解的 这个才是一个人类的思维方式 对吧 首先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想的 我看到这是个图的题 然后再想到图的题有几种解决方法 然后再看这一题目的描述更符合哪种做法来去做 对吧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所有过程 而不是说看到这一题 这题我用UNIFINE的给你解 对吧 你没有描述好你的心路历程 你也没告诉他 你的思考是怎么出来的 我只能认为你是北大 对吧 或者你看过这一题 而且你还没给我说 这个就是说 思维方式怎么样 最常见的情况是什么 正常人看到都是不如的FORCE 对吧 都是最差的地方 先想到 然后再说一步一步去 慢慢优化 慢慢去 Approach到最优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一开始想到一个 比如最简单一个tosum题 对吧 那么tosum题的话 第一个反应什么 就是一个on方的 对吧 你不是tosum吗 我一个一个看 把一个点定录 我另外一个一个去看 对吧 那这里就是on方 就是你应该有initialize想到的东西 然后你再想怎么去on平方 这个时间反正都太慢了 怎么样去优化它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优化它 然后再去和面试观去思考 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在面试的时候 我看到这里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一个coldmonkey 对吧 你不是一个纯粹被答案 不带脑子过来去直接给我输输的人 而是你表现出来 你的思维模式 你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做到 慢慢走到这一步的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 一定要你要告诉面试官 这一题 你是为什么想到这种做法 好 好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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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